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五章第四十二节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重的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所重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羞辱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羞辱 好像这个词用在 故意的羞辱别人 但这里说 所重的是羞辱的 羞辱怎么写的呢 羞辱怎么写的 下面漏丑了 下面是丑 也就是说 羞辱是什么意思 就是亚当吃完分别三个数目 赤身露体 是不是赤身露体 赤身露体羞不羞辱 赤身露体 这就是羞辱 也就是亚当那个羞辱 肉体那个羞辱 亚当吃完分别三个数目的 马上吃身露体 那就是一种羞辱 将来不是这种羞辱 我们这个肉体 在上面的眼里看 是一种羞辱的形状 最深的形状 是不是这样 耶稣替我们成为最深的形状 所以这里面说 所重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什么 复活的是荣耀的 复活了才能荣耀 不复活能不能荣耀 假如今天 有人说我没跟耶稣同复活 我也没跟耶稣同 死也没跟耶稣同复活 他能不能荣耀神 因为他没有这个荣耀的身体 咱们今天荣耀神 是用荣耀的身体荣耀 还是用羞辱的身体荣耀 吃饼的时候 给你一个荣耀的身体 你确信里边有荣耀的身体 那么将来复活的时候 就一定是荣耀的身体 你若不相信你里边 有荣耀的身体 所以将来复活的时候 你就不能得荣耀 所以所重的是羞辱的 羞耻的 是不是啊 乳是什么 乳是什么 乳这个羞和乳 这两个都是贬义 不是包义 乳是乳末是不是啊 可耻的意思 不光彩 对不对 复活的却是荣耀的 基督的身体是复活的身体 今天我们那个身体 耶稣死了 我们就等于死了 他埋葬我们就等于埋葬 他复活了 我们等于跟他同复活 因为 今天的复活 不是把我的肉体将来复活了 而是耶稣复活了 你就跟他同复活 因为他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 他的荣耀身体是不是你的身体 他的身体 就是你的身体 你要把他的身体看成你的身体 因为他成为最神的形状 谁的形状 我的形状 他买账买谁 买我 他复活是谁复活了 我复活 如果你是这样信的 你就跟他 在复活的时候 跟他一同斗荣耀 我的生命是倒出去了 他的生命呢 他生命倒出去了 我生命就跟他一同倒出去了 他生命 舍掉了 我的生命同时就舍掉了 我们先看几节经文 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十六章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好的吗 第二十四节 好的吗 二十四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括弧里面生命做什么 好 我问弟兄姊妹 我们的灵魂 丧不丧彪 丧丧彪 为什么 我们的灵魂丧不丧彪 身体丧彪了 那灵魂丧不丧彪了 为什么灵魂要丧彪了 这里面说 丧彪自己生命 括弧里面 原文做什么 为什么要丧彪灵魂 先丧彪后得悔 先死后活 是不是 你必须先丧彪 为什么要丧彪 因为灵魂曾经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 你的灵魂必须丧彪一次 耶稣丧彪了 那么你就得跟他与主联合 与主联合是什么意思呢 不光是身体丧彪 不光身体要灭绝 身体灭绝 那么就离开了最神 最神灭绝了 那么灵魂丧彪是什么意思呢 灵魂丧彪为要得悔 见着丧彪而得悔 对不对 灵魂丧彪 他丧彪的等于你跟他同丧彪 你跟主联合就是 他上调就等于你跟他上调 上调目的是什么呢 得回谁的 得回他的 是不是 我把他的身体就当做我的身体 把他的灵魂就当做我的灵魂了 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 等于我的灵魂交给父啊 因为他为我把灵魂交给父啊 他的灵魂成为我的灵魂 他的血成为我的血 他的身体成为我的身体 这是个奥秘 奥不奥秘啊 这是这样奥秘的事情 我说这是奥秘的事情 很多弟兄子呢 理解不了 对不对吧 你不能暂时完全都理解 上调 为什么要上调我的 我的灵魂成为在伊甸园里头 被迷惑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被迷惑了 死在哪里了 死在肉体里 今天呢 他要叫你上调 上调不要丢回他的 就把他的身体当成你的身体 他的灵魂当成你的灵魂 就如同从死里得回一样 就如同从死里复活 他从死里复活 就等于你从死里复活一样 是不是啊 你把他的灵魂当成我的 因为他成为你的形状 所以成为你的形状 罗马说第八章第三节 所以成为你的形状 这最关键的地方 你站着 所以呢 这彼此的身体 又活过来 就是基督的身体又活过来 基督的身体也是必死的 必须死 是吧 又活过来 是者他的身体 他必须死 因为英华将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这儿了 他死不死 他必须得死 基督身体就是教会 对不对 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死了 教会就用 所有的地用 怎么用信心 把自己的肢体 一同丢在死 叫知死地上的肢体 知死地上的肢体 就是知死 你所有从亚当来的 所有从亚当来 你继承来的 不单继承他的身体 也继承他的灵和他的魂 一同的消灭 是不是 一同的舍掉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手架 罗马说第八章第三集 我的妈 立法基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最深的形状 谁有最深 我有最深 他成为我的形状 在肉体中定了最安 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 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随从那个 守灵的人身上 律法的意义就成就在他的身 这是奥秘 实在是奥秘 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那么教会呢 这个身体就必死一次 才能从死里得尾 对不对 那么现在得回的是主的 主从死里复活了 我今天没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耶稣那个身体就是我的身体 所以把耶稣身体赐给我了 我又相信耶稣的血是我的血 就得回他的命 就是得到他的 灭掉我的 得到他的 我的上掉 接受他的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吃晚餐 你为什么要接受主的晚餐 接受主的晚餐 就是接受他的 统领基督的身体吗 为什么要统领他的身体 为什么要统领他的血 我的血流出去 把他的血给我 我的身体丧掉了 把他的身体给我 这代表什么 现在是谁的生命呢 谁的生命呢 从谁生的呢 从谁生的 有没有罪呢 没有 有没有过犯呢 没有 能不能死了呢 不能 能不能灭亡了呢 不能 不能灭亡 永不灭亡的 你为什么不灭亡 因为你得到一个 不灭亡的生命 这不灭亡的生命 是从前部来的 能灭亡的是从我们来的 从老家人来的 所以他给你一个 不灭亡的生命 叫你永远不灭亡了 所以给你一个 永不羞辱的身体 原来是 所重的是羞辱的 但复活的是什么 荣耀的 再回到 哥林多 前书十五章 所重的 第四十二节下半部 所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 是强壮的 你这肉体本身就是软弱的 对不对 你想让它强壮 它能强壮起来吗 因为它从那个 软弱的根生的 所以上帝给你一个 复活的一个身体 所重的 是软弱的 软是什么意思 咱们看到毛毛虫 软不软 软 它连飞都不会飞 没有能力 但复活的就是什么 强不强壮 所以上帝体恤你的软弱 你可以软弱 是不是 你若不软弱 神的强壮 就不能在你身上显示 就叫你知道 你自己的肉体软弱 你想走一百里路 你今天用腿走 走一百里路 累死你 你信不信 你要用腿走 跑一百里 累不累死了 就累的 就累得差不多 要用开车跑 跑一百里 一百里行玩一时 是不是 开车跑就一百里行玩一 但你的肉体软弱 软弱到什么程度 渴望不可及 眼看那么远 就得一步一步往迈 走路你走不了 你飞你不会飞 是不是 病了不行 渴了不行 渴了不行 累了不行 冷了不行 是不是 什么的都不行 没有地球万有引力 不行 我就飘到了宇宙空间 什么的都不行 沙尘暴一来 他瞎我眼 你说你长的就是软弱的 所以上帝就用血和柱 成了你这种人 弄一个硬骨头价格 把你那人织起来 就是一摊 烂肉 是不是 里面就活着 如果上帝不用骨头给你织起来 你就不像人形的 就像那个什么从地里挖出来 那个泰水一样 那泰水一样 他就是那种形状 软软的 就是一堆肉 在那活着 但没有骨头 但上帝你看 你眼珠软不软 用牙筷捅一下 这眼珠行不行 不行 你鼻子软不软住 用刀割一下行不行 不行 你的水软不软住 你的耳朵软不软住 你的心脏软不软住 你的肺软不软住 你的肝软不软住 弄针扎一下行不行 不行 你就是个软弱的人 谁用一个硬骨架 那骨架还会有的时候骨折呢 你就是个软弱的 你用你的骨头跟钢筋俩 对一对 看谁硬 你肯定对不过他 对不对 你就是个软弱的人 所以你所种的是老亚当这个软弱肉体留下的根 它就是软弱的根 所以种出来你这个肿也是个软弱的肿 东东就哭了 东东就伤心了 东东就什么 悲哀了 这就显示你的软弱 你走这条路也是 一进到肉体里你更加软弱了 你看到肉体更加软弱了 是不是 你就活在软弱里 所以你所种的是软弱的 但将来上帝叫你复活的是强弱的 强不强弱 强弱 强弱 有能力的 耶稣称说捆绑壮实必须比他还有能力 耶稣有没有能力 有 耶稣总为神的能力呀 是不是 耶稣要把他能力的身体给你换上 把你的软弱给你替换掉 是不是 今天什么叫悔改 真正的悔改是换上耶稣的身体 原来是属土的 是属地的 换上属天的 属灵的 原来是我的 换上主的 原来是必死的 换上不死的 悔改就是换人 是换人的 是 悔改实际上就是换身体 换血 换人的 换身体换血 这人里面就是身体和血组合的 换不换 其实真正悔改 改换了 把他身体改换了 改换上谁的 耶稣的身体 原来是我的身体改换成耶稣 原来是我的血改换成耶稣的血 听不清明白 将来耶稣基督再来 身体得出那个复活 就是我们里面接受基督的身体 显明出来了 不是这身体又活了 不是这血气的身体 因为血肉之体能不能承受神的国 不能承受神的国 明显的嘛 那老头昨天老头硬降 就说就那身体 就那肉体 就那肉体活过来 我说 假如就是他那肉体活过来 那脑袋增亮点 就那么活过来 你说 那是重要的吗 神其实那个样子 将来活过就那样 要长到葫芦头脑袋 上面肩肩下面宽 那将来活过来 也是葫芦头脑袋 是那样吗 神随自己的意思 给他们一个形体 复活那身体 绝对不是 现在血气的身体的样子 因为有地上形体 也有天上的形体 这两个形体根本不一样的 别把它混淆在一起 所以说种的是软弱的 是不是这样 我这个肉体就是软弱的 那么你肉体软弱 上帝体不体虚 体虚 体虚你肉体就软弱 保禄说 我时常软弱 我几时软弱 几时就刚强 对不对 我几时软弱 几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神的能力 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我可以肉体软弱 但不可以信心软弱 是不是 亚伯拉罕肉体软弱 说自己妻子是自己的妹子 这是肉体的软弱 但亚伯拉罕的信心却不软弱 是不是 他的信却不软弱 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 神说给他一个儿子 一定会成就的 几乎他肉体软弱 神也给他成就 神不看人肉体软弱不软弱 肉体软弱和体质肉体一不一样 不一样 什么叫体质肉体 什么叫体质肉体 体质肉体是没有圣灵的人 是不是 我今天我现在肉体 我现在肉体是软弱的 但我不是体质肉体 什么叫不是体质 我的灵和圣灵是合一的 我的灵不属肉体 这叫不体贴肉体 什么叫体贴 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是 体贴就是跟肉体合一 这叫体贴 跟肉体亲近这叫体贴 我的灵跟肉体合一了 这叫体贴 但我的肉体 我的灵跟我的肉体不合一 我的灵跟谁合一 跟圣灵合一 我的灵跟圣灵是合一的 这叫体贴肉体吗 这不叫体贴肉体 假如我今天 我天冷了 我穿一件衣服 这叫不叫体贴肉体 叫不叫 叫不叫体贴肉体 为什么不叫 你看 体贴肉体就是死 体贴圣灵乃是生命 体贴肉体结果是什么 死 他为什么说死 体贴肉体没有圣灵 我的灵是属肉体的 是不是 我的灵死在肉体中间 这叫体贴肉体 他就非得死了 体贴肉体就是死 体贴圣灵 就是圣灵进来 我的灵就跟他一同活过来 这叫体贴什么 体贴圣灵的人 体贴肉体就是死 体贴圣灵乃是生命 平安 平安 那么今天我肉体软弱了 圣灵可以帮助 但体贴肉体的人 是与圣灵为仇的 对不对 这样我们把体贴肉体和肉体软弱 把它分开来 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他不承认 我们的大祭祀并非不体训我们的软弱 所以肉体软弱 我们的大祭祀并非不体训我们的软弱 他也凡是受过失探 只是他没有犯过罪 所以你们只管 凡然无需的来到 神做钱 为了得连续 门安会 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 肉体软弱 有大祭祀帮助 但体贴肉体 是与圣灵为敌的 是要死的 这两天能不能分开 能不能分开 体贴肉体没有圣灵 体贴圣灵的人是有圣灵的人 是重生得救的人 所以呢 我们肉体是软弱的 但复活那个是强壮 将来复活的身体 重要的身体 强不强壮 强壮 他比天使还有无力 我说 这话你相信不 相信 耶稣基督 暂时成为比天使 归小的一天 但耶稣复活的身体 能力大不大 他可以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出万有 有没有能力 万有不是天使拖出的 乃是神儿子 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出的 能力大不大 耶稣在肉身中间 是说软不软弱 软弱 他在克西玛尼安祷告的时候 三次都祷告一样的 他在 这个汉主滴在地上 如同什么 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 说明他软弱 说明他三次求主 求天父都怎么 父啊 唐人能行把他背挪去 父啊 唐人能行把他背挪去 父啊 连续三次都这么祷告 说明软弱软弱 软弱了 肉体软弱 最后呢 谁加点力量 天使加点力量 因为在肉身中就是软弱 耶稣基督也曾被软弱所 所以他能体育我们的软弱 所以他今天要给我一个强壮的身体 因为我们是跟着魔鬼挣扎 跟仇敌挣扎 不给我们强壮的身体 我们打不过他的 对不对 灵是他的 那么灵体是不是他的呢 也都得是他的 只有是基督的 基督那身体是得胜的身体 基督那生命是得胜的生命 才能战胜众仇敌 我们这个肉体 跟仇敌一打就得败 因为它到处才软 它是软的 它用四上的东西就可以把你撞进这个肉体 你这肉体就会受损的 你信不信 这肉体用针扎不行 用刀砍不行 用斧子剁不行 是不是 天冷了不行 天饿了不行 什么都不行 不吃饭不行 但我那个属灵的身体 将来不用吃地上饭食 这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那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化 所以那个身体是强壮的身体 能打败众仇敌的这样的身体 给你这么一个身体 好不好 这个身体能被圣灵充罚 这个肉体是软弱的 对不对 有多少圣灵充满都充满哪个人 有圣灵的身体 你不信你看看 很多的教会错误 圣灵充满充满这个人 圣灵不是充满这个人 圣灵充满是教会 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对不对 充满万有者在里面充满了教会 不是充满这个肉体 怎么能充满肉体呢 有很多人在圣灵充满 讲了讲就讲到肉体 圣灵充满肉体 灵兵派那种讲法 就是充满肉体 对吗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 主为什么要给我 冠上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绝对不是 改良改善的身体 这身体不是肉体 进化来的身体 乃是给你 冠上一个灵性的身体 好 再往下看 强壮的 第四十四节 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 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就是什么样的身体呢 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 灵性的 所以复活那个 跟血气的身体 它来有没有关系 耶稣那个 道成肉身 那个是灵性的身体 对不对 他的身体 是不是继承玛利亚的基因 有人曾经问过我这样的话 王弟兄啊 你说耶稣基督今天 他道成肉身的身体 根本是不是继承玛利亚的基因 有没有他的基因 没有 因为玛利亚的身体 也是血气的身体 唯独耶稣基督这个身体 他不是血气的 是不是 他是道成肉肉身 神在肉身中显现的身体 这身体是灵成的身体 跟我的肉身 一点关系都没有 耶稣不是继承了亚当的身体 耶稣也不是继承了玛利亚的基因 因为他的身体就是灵成的 灵成的身体 跟人间这个血肉肢体 这里面的血 和这里面的气 相不相同呢 不相同的 你看 他是从天上 从神来的 玛利亚是从人来的 只不过借着玛利亚的身体 把耶稣的身体给生下来 他是借着他生下来 但他一点也没继承玛利亚身体中间的罪 也没继承玛利亚身体里边的那个基因 跟老亚当的后代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血肉的绑壁那个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就是灵成的肉身 神在肉身中显现的那个肉身 这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说的 大在境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了 耶稣的身体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的身体 所以他是没有血气的 并且他复活的身体 复活的身体 他现在实际上先死 因为他成为我的形状 必须先死 他成为最深的形状 既然成为最深的形状了 他必须得死 所以这叫必死的身体 耶稣成为最深的形状 最深的形状是不是 成为最深的形状 在最深的形状都不得死 耶稣已经成为最深的形状了 耶稣已经成为最深的形状了 耶稣是重的罪孽 又都归在他的身上 这叫什么 必死 他为我成为必死的 他必须得死 因为他死 因为他死是想碎死 罗马书说没错 第六章就说 他死是想碎死 他本没有罪 但他替我成为最深的形状 是不是 是不是成为最深的形状 这形状就是最深的形状 所有罪人的形状 他替你成为最深的形状 因为还要使众人的罪 你都归在他身上 他身上有没有罪 有罪 谁的罪 我们的罪 他有没有我们的形状 有 所以是必死的身体 所以 罗马书那个 第八章 第十一节 使你们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不是讲我究竟又活过来 而是讲基督 那个圣经必死 他必须得死 他怎么祈求 向天父导书祈求 天父也不停 眼面不看他 必须他的死 因为他身上代表是谁的罪呢 全世界人类的罪 也凡是众人的罪 都会在他身上 他得不得死 他必须得死 这叫什么 必死的 身体 身体 又怎样 又活过来 是不是 这绝对不是我们的身体又活过来 不是老亚当的身体又活过来 那老亚当的身体是最深灭绝 什么叫灭绝 什么叫灭绝呢 什么叫脱离呢 又要脱离又要灭绝 外体要毁外 是不是 这都是圣经的话 内心才能一天心思绪 地上帐篷的时候拆 毁了就必须神所造的 不是 是不是 这属臂的 乃是属天的房屋 说没说 外体委外 说没说 那些一天心思绪 我的身体不是复活 而是必死身体又活过 是使基督那身体 就是教会我的 教会就是基督的 身体 这就是基督的身体 这是基督的身体 是为你舍的 这是基督的血 是为你流的 对不对 你信必须这么信 你是不是这么信的 耶稣上死的家 祂是我罪神的情况 把我的这个罪神钉死了 血液也流出去了 是不是 我的血液也流出去了 因为一人集体众人死 众人死不死 死了 他死了 他的血液流出等于我流出 因为他是我的形状 他的罪神死在死的家 罪神形状死在死的家 等于我的罪神形状死在死的家 他完全是我的全权代表 死在死的家 是不是 他死了等于我 他不等于我死了 他流出血流出 等于我血流出来 因为他是我的基神 对不对 所以这是必死的身体 什么叫必死的身体 成为罪神形状的身体 叫必死的 有罪神 具备的罪神形状 就是必死的 具备啊 他具备具备罪神形状 具备者 他正以为具备罪神形状 得不得死 他身上就带着谁的罪 全世界普世 普天价是人的罪 罪都归在他身上 都算 不是他犯的 算成犯的 这是天父算 他不是罪 但天父叫他成罪 他替我们成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义 成为神的义 谁的义呢 成为神的义 你为什么今天 你要成义 他成罪的 你才能成义 对不对 你成义了 圣灵来住在你心里成义 成义为义 听没听明白 因为你成义了 所以他成你为义 合不合理 你怎么成义 他成罪的 你才能成义 他不成罪 你没办法成义的 使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这义是谁的 神的义 我们的义跟神的义 义不一样 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一定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义 跟主的义不一样 你就没有办法活过来 是不是 你的身体跟主的身体不一样 你就没办法活过来 你的血液 跟耶稣的血液不一样 你就没办法活过来 都是他的 给你换上的 听没听明白 他的给我换上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肉身就活过来 是这个必死的 他成为一个 最深的形状 他必须得死 他怎么在格西玛尼安求 天父也不听 他求的是 挪去的悲 对不对 要挪去的悲 全世界的人都得死 是不是 全世界的人都得下金 这样 耶稣基督 成为我最深的形状 必须得死一次 不是这个 是这个 不是这个必死身体又活过来 是哪一个 这身体又活过来的 是不是 耶稣死了 活过来的 必死身体又怎样 活过来的 叫基督从死里复活 怎样的灵 住在你心里 是吗 那叫基督复活的 也必死你 这必死的身体 也活过来 是不是活过来的 你领受了他的身体 当他身体败给你的时候 这是个舍体的 在实际上舍 最后他活过来 你活不活过来 你跟他一同活过来 因为你领受的是谁的身体 主的身体 你领受的是谁的血 主的血 你的身体哪去了 灭血了 你的血哪去了 流出血 是不是 这信仰的根基 就在这上面建造 就这么建造 用信心建造 不偏眼见建造 如同从死里得鬼一样 跟亚伯拉罕跟信仰是一样的 如同从死里得鬼一样 这叫什么呢 这叫死里复活 是不是 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 耶稣当时在实际下 血流出 气就怎样 所以他的身体 有没有血有没有气呢 有没有 有吗 他血流出的气断了 还有血还有气啊 没有血气 他这个无血无气的 是不是 代表我的血气断了 他断了我断没断 断了 断了我现在领受的身体 是血气的身体 是灵性的身体 这就对了 所以他是奥秘 神的道实在是奥 神的道实在是奇妙 用我自己的嘴 没有办法把神的道讲得特别特别明白 神给谁多少呢 你就领悟多少 我能知道多少我就讲多少 人讲的有限 人说的有限 人看见的也有限 将来等见到的无限的一切都显明了 但你今天就照着这个圣经所记载这样 心就对了 对不对 好 所重在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有限的身体 这地方是必须的 第十一点 若是倘若 假性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 将来也必有什么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什么 但很多教辈 他在那个血气的身体里下 就一个身体改良改善 这人都没重生 就在一个身体里改良改善 重生了吗 改呀 今天改 明天改 讲生活 讲行为 讲身体 敬虔 操练肉体 操练属灵 操练肉体的敬虔 有没有这样的教会 有的是啊 这样的教会多的是 但保罗说 操练身体 衣除还少 唯有敬虔 也就是说 敬虔和你的肉体没关系 因为保罗说操练肉体一处还少 唯有敬虔 这是说明敬虔和肉体 一点关于都没 因为敬虔肉体一处还少 真正敬虔不是操练肉体 唯有敬虔 这是说明敬虔和肉体那种 我今天苦修苦练的一点关于都没有 因为敬虔 基督教的敬虔和佛教的敬虔不一样 佛教也讲敬虔 讲不讲 讲 你看佛教里讲 你问他讲什么叫敬虔 他也告诉你敬虔 佛教也讲敬虔 基督教也讲敬虔 佛教的敬虔是苦耐起身修炼 不吃这个 不喝纳的 不结婚 不淫乱 不吸酒 不饮酒 不吸烟 不毒 不嫖 这就是他们的什么 敬虔 但基督教的敬虔 跟操练肉体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不是操练肉体操练出来的 而真正凭信心 神在肉身显现的主 住在我里面 瘋瘋满满的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这是真敬虔 显现的 我们是 真敬虔是基督注定我心 他们的敬虔是自己一个肉体 来那改良改善修炼 因为一样 那你们从前理解的敬虔怎么理解了 怎么理解了 也是肉体来那敬虔是不是 那难道不看圣经吗 圣经已经明确了什么叫敬虔 大大敬虔的奥秘已经告诉我们 就是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 神在肉身中显现 神在肉身中显现 是真正的敬虔 我们也见过他的 中间 中间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是真正的敬虔 是不是 尽其着火的是敬虔 摩西在旷野看到尽其着火 那真敬虔 那假敬虔 神经体操练出来的 佛教的境点是用什么 苦待几身修炼 它是那种境点 那么境点是血气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真正的境点是什么 所以重生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就不是血气的身体 是什么身体 灵性的身体 血气身体和灵性身体 它来的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血气身体 从地上来的 灵性身体从天上来的 血气身体可以死 但灵性身体不能死 全是从神来的 从神出来的 和从人出来的 你这身体是你妈生的 是不是 从谁出来的 从人出来 人加入出来的身体 是不是 但我们里面的身体 从天上来的 基督的身体 道成的身体 统治女生的身体 女人的后裔的身体 神圣的身体 在实际上 破裂了分给我们了 对 我们里面的身体 是耶稣基督 在实际上分的 分给我们的 对不对 所以这身体 是真正 敬虔的身体 这身体 长大成人 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神灵 显现出来 那就叫敬虔 我这身体 实际上去操练 那也不叫敬虔 我在东营讲过敬虔 山东的东营 我讲的敬虔和历史历代老祖宗遗传讲的敬虔不一样 你听到网上有一个人这样讲敬虔 那题目叫敬虔生活 对没对 题目就是错的 你说他怎么讲他能讲断了 我讲敬虔就两个 就叫敬虔 他讲敬虔怎么 敬虔生活 我后面加个生活 敬虔生活 敬虔生活 四个字 有吗 圣经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话语 敬虔生活 有吗 有吗 谋 圣经有谋 那今天我们也谋 对不对 那么这些人呢 为什么能发明出这样的作品 你看他传到网上去很容易 是不是 谁人看 那人看 所有人看 又一个人看 看的人就多了 同样是敬虔 我也讲敬虔 他们也讲敬虔 他那敬虔跟我那敬虔不一样 他那敬虔跟谁的敬虔一样 国教敬虔一样 今天能讲到敬虔的 在网上你能搜到的 几乎都是跟佛教一样敬虔 操练肉解的敬虔 是不是 他根本没明白什么叫敬虔 因为真正的敬虔 约翰给你讲的很清楚 没有人看见过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是不是 真正的耶稣住进我心里 将父怀表明出来 这叫敬虔 大道在肉身 显现的耶稣基督 住在我们里面了 又显现出来 被我们看见了 这叫敬虔 对不对 是神成了肉身的 显现出来了 我们看见 这叫敬虔 那么人就把这敬虔给 嗯 是不是 我想 就误认为是我肉体做点好事 就敬虔 不吃这个不喝奶 叫敬虔 甚至在我们老家 那些个女人 上教会去 什么叫敬虔 平时穿的特别好 上街里逛街穿的 穿的特别好 上教会把那破烂衣服 穿上来 把那头个故意的整个 用手 抓不抓不 抓不完了 蓬头够面的 把它养点 上那路旁 哪个地方有点那个 连草啊在和 这什么的 放着 上教会去的 穿的困了衣服 脸呢 摸摸摸摸摸 用那个泥坨 抓里把泥坨摸摸摸摸 上教会去的 这叫敬虔 这就是敬虔 这就是敬虔 完了那个 等祷告的时候呢 把洗衣板 洗衣板 不带那个一个棱一个棱的吧 把洗板一个棱的棱 朝上 穿薄薄的裤子 跪在那棱上 把膝盖割破了 这叫敬虔 每一次 祷告的时候 必须得 鼻涕一把 眼泪一把 这叫敬虔 这跟佛教的敬虔一样不一样 一样的 他俩是一伙的 他们也是佛教徒 只不过是他喊着耶稣基督 耶稣全部承认他 因为他那个敬虔 跟圣经所讲的敬虔 绝对不一样的 他们也不吃这个 也不喝那个 是不是啊 他就是敬虔 安息人也是这样的敬虔 所以他们把那敬虔给歪曲了 不吃热也不喝那个 把身体造够呛的 是不是啊 不吃那个省下钱 王安息人的会堂那宋 那就叫敬虔 是不是真敬虔呢 他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着敬虔的 十一 这不是真敬虔 但圣经真正的说 血亲的身体 现在有灵性的身体 这叫敬虔 你原来是血亲身体 现在是灵性身体 这叫敬虔 对不对 你原来是 是不是啊 你原来是转肉的身体 现在是复活是强壮的 这叫敬虔 你原来是羞辱的 现在复活是强壮的 这叫敬虔 你原来是重生是必修患 现在复活的 换成不修患的 这叫敬虔 这叫敬虔 神敬虔 是把神儿子 天上赐给我 那个 是不是啊 我把它结束起来 我这个 不敬虔的那个 老亚当的不敬虔的那个 给他脱掉 羞辱的那个 给他脱掉 血亲的那个 给他脱掉 穿上的是基督的 这叫敬虔 谁不是这么信的 他的信仰 一定会有问题的 这样的信仰 不是圣经的信仰 我们不能给我们自己 发明一条新 那个 信仰的那条路 好不好 我们不能给自己悟出一条路 这路不是我自己悟的 是耶稣开的 耶稣给为我们开了一条 又邪又活的路 不是我悟出来的 听没听明白 佛教要悟 要悟出来一条路 我们今天不是悟出来一条路 你千万不要把悟 这条路 当成是你自己悟出来 凡悟乎这条路的 那都是偏路 都是错路 都是死路 都是绝路 神给我们这条路 不是绝路 是又新又活的路 他们有旧又死的路 走旧路就等于走死路 走新路 就等于走活路 是不是啊 若有血清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首先呢 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首先那些人呢 老亚当那个人 是有灵的活人 老亚当的身体 你是不是有灵的活人呢 是 这有灵的活人 括弧里面是什么 邪气 首先的亚当 是不是血气 是 那么今天呢 老亚当是首先的一个 第十二 首先 一说首先还是在先 在先 在先的讲怎样 在先 首先的亚当 成了什么 成了有血气 你要把它写成有血气的 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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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谁来说 陌后的眼睛呢 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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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后的眼睛是谁 业 成了 成了 教人活的灵 成了教人活的灵 陌后的亚当 是成了教人活的灵 有血气的 和教人活的灵 它俩 一样不一样 对 现在呢 上帝要教你 成为陌后的亚当 教人活的灵 你不但有灵生命 而且有灵体 是不是 是叫人活的灵 这是陌后的亚当 成了教人活的灵 是不是 首先的亚当 成了有血气的活人 对不对 哪个好 有血气的好 还是 教人活的灵好 所以你有了这个灵 你身体也是这个 你礼拜的生命也是这个 你出去一传道 别人就活了 你带着血气去传 怎么传 别人不能活 因为血气不能叫人活 只有 什么能叫人活 灵 叫人活的是什么 灵 那么今天 他是叫人活的灵 你必须具备得叫人活的灵 身体是灵成的 你里面的生命也是灵生命 这样别人听见了才能活 这样别人听见了才能活 不然都得死 是不是 所以两个身体你要哪个 是要那血气的 是要那叫人活的灵 叫人活的灵 对不对 因为主的灵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一 自由 好 再往前看啊 属灵的不在先 属 血气的在先 哪个在先呢 属灵的在先 好 你妈先把你这个全生出来了 在不在先 等你信耶稣基督呢 才有了这个 属灵的 才有里面那个属灵的身体 是不是 这是你在先 这是你在后 这身体是接受耶稣的身体 才有的 这身体是你妈妈和你爸爸 把你生出来的 哪个在后 在后的是儿子 在先的是童虎 在先的将在后 在后的将在先 在先的是姨嫂 在后的是雅各 姨嫂把长子名分卖给他 请问请问你看 他原来是在后的 应当是次子 他原来是在先的 应当是长子 但那长子 因为他连红豆汤 把长子名分卖给雅各了 一嫂把长子名分卖给了雅各 所以在后的变成什么 在先 在先的变成在后的 这是在先的在后了 这是在后的在先了 属雪鸡的在先将在后 属灵的在后将在先 因为他是属灵的 永远是大的 属灵的是大的 属雪鸡的是小的 你看他属雪再砸活他也没有用 将来他说对 这是小的 是不是啊 不要看 哪个地方人多 人多没有用的 人多有没有真刀 我又一次 我在西里图人的地方 一个小屋子里 挤了将近四十个人 一个很小很窄个屋子 他家里挤在家 就是很小很小一个小屋子 挤了四十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从外地来的 从长城那里 有一个姊妹来的 我正在那讲到他寄来 哎呦 他眼中灯多大 他说哎呦 这地方怎么能 这么个小地方 怎么会有 讲这么好的道德传道人呢 哎呦 我们那大教堂里 那么多的人 从来都没有听见过 这么讲道 他就羡慕 那个时候我还刚刚讲道 没有现在讲道这么成熟 那时候刚刚去 刚刚开始 他就说 这个地方 这么个小地方 怎么这是个小村庄啊 怎么有这么多 犀利腿吗 你跟小屯子 我在那里那天讲道 他去听了 他在长城市 他在大教堂的好几千人 甚至有的都上万人 那里没有听见 我讲到真正的福音的道 所以那些人都羡慕 一上我那里听 下回问我什么不讲 我说 下回 但是隔一天才能讲 他说我在这等 我再停一天 他又在那又等了 停一天 这道 就在马草里 是不是 马草小不小 小 马鹏 喊不喊喊喊 喊喊喊 他就在马草里头 耶稣就是那个 道成肉身的主 你接受耶稣基督的身体 就等于接受道成肉身了 你今天必须接受一个 道成的肉身 这肉身是道成的 这肉身是耶稣的肉身 是道成的 是灵成的 跟血气没有关系 所以 他是幕后的亚当 成了叫人活的什么 如果你不接受 道成肉身的身体 你光你这一个身体的改良改善 改到耶稣基督来 主说我不认识你 你作用的人 你可不去吧 你看看 所有的教会 叫普天下的教会 你包括你在网上 所有传上去的讲道 你们可以听听他们的讲道 他有没有把这个肉和灵分得那么清楚 有没有把血气的身体和复活的身体分得那么清楚 他都是在一个人的改良改善 要怎么样 回改 时间改 要进钱 要属灵 要长大 都哪个长 都哪个属灵 是不是 都哪个敬钱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将你改 将你敬钱 将你属灵 都只是这一个人 改良改善这一个人 但今天呢 这上面说的很清楚 种人的朽怪的 要换成什么 所种的羞辱要换成什么 所种的软弱要换成什么 所种的血气要换成什么 要不然有血气身体也必有什么 先前的亚当成了什么 幕后的亚当成了什么 听没听明白 这道是圣经的道不是完好鼓吹的 如果传上去有人攻击完好鼓吹的 他说先前那个是朽怪的 咱们将来就复活那个是 是什么呢 不朽怪的 这事我有资格鼓吹吗 网上攻击我的 多半是就这么攻击 你讲的是圣经 他说完好鼓吹的 他不讲圣经 他说不是 他说圣经神的话 感谢神赞给主 喝年糊的粥也要感谢主 赞给主 这就是主的道 感谢主 你神祝福祝福你的道 两个错误 这里边两个错误 主啊感谢主 赞美主 讲完了糊涂粥了 你要开始什么 讲完年糊涂粥了 问孩子好好喝 放点南瓜 东瓜 北瓜 西瓜 还有什么瓜呢 放在一大堆瓜 问孩子甜不甜 这就讲完道了 感谢神祝福他的话语 我再说一遍啊 不要这么说话 这么说话是错的 神祝福他的话语 从哪来的 这句话对着说 神祝福他的话语 对着说 他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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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自己的话 他第一天 他说的是自己的话 神祝福他的话语 神的话语 是祝福他的话语 还是用神的话语祝福 赐福我们 用神的话语祝福我们 用神的话语祝福我们 画语 赐福 正确的正话是神的话语祝福我们 是神的 神的你祝福你的话语 神的你祝福你的话语 对吗 神的你祝福你的话语 神的话语还需要不福吗 神的话语是 是我们得福的 是不是 是赐福给我们的 是那你祝福你的话语 正确的理解 神是赐福 人是祝福 正确的理解 正常的理解 愿神赐福你 你这句话是祝福人的话 他说那赐福你的 那祝福你的 我就赐福给他 神是赐福 人是祝福 这句话 听没听明白 正常的 正确的理解是这样的 神赐福人 人今天要对说愿意平安 这叫什么 祝福的话语 听没听明白 人祝福 神赐福 这是正常的 我再说一遍 神的话语 不是赐福他的话语 神的话语不需要赐福 因为神话语本身就是福 谁得到了谁得不赐福 听没听明白 神的话语是赐福人的 你连中文道解释不了 中文道不懂 你还讲道呢 你讲什么道呢 瞎眼的领路都掉进坑里去了 我在网络上曾经听见有人这样讲过 神那你赐福你的话语 是不是啊 谢谢 感谢弟兄姐妹释放神的道 我话错是对 神的道是不被捆锁的 怎么释放他的道 叫人去释放他的道 什么叫释放 什么叫释放 被捆绑完了就释放 神的话语释放我们 不是我释放神的道 是神的话语释放我们 对不对 你看这个话语出错的 那讲错道他的根源上错 他的话语他都是错的 他就压根明明了怎么回事 就乱解释 神的话语赐福我们 还是神那你赐福你的道 哪个对 神的话语赐福好不好 记不记住 这个错语坚决不能照着错语 你们再信下去 你信下去 那到底你信的是什么呢 谢饭 到哪个地方 谢饭 谢饭 你这长嘴就长得大肚皮 饭成了一个 还贴饭 有一回问 上哪个地方呢 来屋是哪个地方 有几个老头接下来 你怎么不谢饭呢 我说我骗什么谢饭呢 主持人我的饭我不谢主 我谢饭 他在那里站着好人 这个人是这么硬的 你知道吗 你这话语有错不错 神赐给你饭你谢谁 你卸饭 你卸饭 你就知道吃饭 你这啥嘴知道吃饭 就饭死了一个 咱们今天心里感谢行不行 我在你们这吃饭 我从来没忙着死去祷告 我冲你假装进去 有的人呢 就没谢到那地方 他眼睛鼻子呢 你呀 把他脸上筋的全是皱纹 对 谢谢 你说装在干什么呢 去骗感谢人家的失败 对不对 嗯 见不见见 对 那捆绑的呀 就倒吃饭的时候呢 人家都能饭都凉了 他跟他就好像 凉不凉不凉 凉不凉 你们有这样人呐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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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灵的身体彰显住 这张显的大肉块 写饭 有些地方饭还不要 饭叫换 饭不叫饭 写饭 能不叫能 能不能 写饭能不能 是不是 有一个老人 就被我堵的一句话还没有了 出去了 你们怎么不写饭呢 我说我就不写饭 你写神不行吗 你要管着我写神 写神你管着 对不对 休息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т